玉璃分局1月6号上午9点在佐西派出所 举行新任所长布达仪式 由玉璃分局长亲自主持 新任的所长曾玉涵原本是玉璃派出所的巡官 他表示原乡地区一定会重视长者以及小朋友的关心慰问 为名服务也是警察的职责 举例报道花莲县佐西湘警察分助所举行布达典礼 新任所长曾玉涵是青年级生 也是花莲县唯一女性分助所长 大选结束 祥内心上任女性明代也纷纷来管理 相互勉励要发挥女力专长 展现金国不让虚美的风范 希望他能够落实推动社区警政 能够走入社区发掘 民谋 关怀 夹虚 灌垮 孤独 被击者 等弱势族群 以感恩 祈福 喜悦的心来回馈社会 曾玉涵是玉璃人 100年特种考试警察人员考试 三等考试训练合格结业 立任玉璃分局一二组巡官 保安警察第六总队人士士科员 警政署人士士科员 尽力丰富 曾玉涵表示 会重视长者以及小孩的关心慰问 外民服务也是警察的职责 那因为在这边 其实我们卓西算是比较单纯 然后我们辖区也是 因为年轻人都在外工作 老人家比较多 我及所有同仁都会尽量在去 帮助辖区的老人家 比如说他们有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说需要帮助的部分 那我们尽量会找资源来协助 前来管理的卓西厢长田桂花 先援中宿镇黄玲兰金淑敏林玉芬 卓西厢代表会主席李贵英 都是新上任的女星名单 现场女力爆棚 温及其勉励新任所长曾玉涵 必须迅速掌握辖区区治安交通状况 并且竭尽所能关怀弱势 以同理心设身处地热诚为民服务 无奉接轨社区警战工作 记者高双双卓西厢采访报道